hello,大家好,我是尼尔街,欢迎收看你的节目方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一次性处理好相对的两组F,也就是multi-sloting 思路的参考来自李嘉州之前的视频 这算是个比较高级的技巧,你要确保你备完了CFOP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蓝橙和绿红这两组F 在相对的槽的做法 第一种做法 L'R'然后交换一下 U2LR 同时都好了 第二种做法呢,我们可以做一个F 然后做一个小F R'小F'再做一个F' 两组也交换过来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这组蓝橙要到这个位置来 这组绿红要到这个位置来 我们可以这样做 先做一个F 然后把蓝橙放到后面去 这样放到后面去 R'P'U'P'R 紧接着做这组绿红 把绿红放到这个位置来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F'P'归位了 R'U'P'U' R'U'P'R'U'R'U'R' 再做一个F'P' 这样的话两组就同时好了 我们不可能再来看这个情况 这组蓝橙到这里来 然后这是绿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F' 然后这组要到这里来 我们用第二种做法 小F'R'小F'P' 它就放到后面去了 那么我们把这绿红放到这组槽就可以了 这样 然后就放到这个位置来 再做一个F'P' 我们再来看这个情况 蓝橙绿红 先做一个F' 把这组F'放到后面去 U'2'R'U'R'gt'U'R' 然后做这一组 这样做 就可以变成标态 U'F'P' 刚才我们讲的情况都是相对的要交换的情况 现在如果这一组要放到这个位置来了 我们可以怎么办 还是一样的 先做一个F' 把这组先假装放到后面去藏一下 R'U'V'R'Q'U'R'U'P'R' 然后呢 做好这组蓝橙 R U P R P U R U P R P U2 放这位置时候呢 不要直接做FP 我们刚刚是不是学过一个交换 叫做小F R2小FP 这样的话蓝橙就被放到后面去了 再做一个FP 两组就通认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情况 绿红和蓝橙都在自己的槽里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F 把这组F先放到后面去 U2 R U 2P R2P U P R 故意放错位 然后呢 去做这组F 要把它变成一个标态 做一个R U R P U2P R U P R P U 放到这个位置来 这一组跟这一组怎么交换 小F R2小FP 然后再做一个FP 这样的话两组就同时做好了 上面我只是列举了部分的情况 如果你学得会的话 一定能够出类旁通 如果你学不会的话 就当我没有讲过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